比如說他在公開的演講 或是他的投書的美國的媒體 都在罵蔡英文 罵民進黨罵蔡英文 他說蔡英文去的時候 也是在罵我們 沒有啊 蔡英文去的時候 哪有罵國民黨 蔡英文去的時候是講他自己 未來如果有機會當總統 要怎麼處理兩岸關係 因為美國人最關心這一塊 然後包括TPP的問題 所以他們為什麼都進去 貿易談判代表署 就是為了TPP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你一個大黨的總統候選人 你出訪一個這麼重要國家的時候 現在是小黨了 不要這樣 他到一一六 一六之前還是大黨 還是全世界最有錢的政黨 他們國會還有六十席 所以你如果出訪一個這麼重要國家 然後你所有的焦點 所有的公開發言跟投書 都在批判自己的在野黨的總統候選人 我覺得這樣格局的人 你要讓他當總統 我是覺得格局真的就差了那麼一點點 照理說以臺灣來講 臺灣的外交處境是很艱困的 那特別是朱立倫這是在馬錫會之後 你應該當馬英九在馬錫會 當著全世界媒體面前講一中原則的時候 你朱立倫照理說 這個時候應該到美國透過各種公開的方式去傳達臺灣 或是中華民國事實存在這件事情 還有你要強調臺灣的自由民主跟中國的制度是不一樣的 你應該去強調這個事情 你怎麼會去拚了命去罵蔡英文 然後出國前還回馬槍 問蔡英文說 你覺得打統獨大戰這樣對民進黨好嗎 從頭到尾在搞統獨的是你朱立倫 從頭到尾在罵蔡英文的打負面選舉是你朱立倫 結果打人的發救人 做菜的發抓菜 然後你現在 而且在臺灣罵還不夠 我還罵到美國去了 我覺得這個格局真的是低了很多 扣姐評價一下 我覺得其他部分 大家都已經比較過 光從兩件事 我就覺得朱立倫的團隊 其實自己心裡明白 但是假裝沒看到 第一就是當時蔡英文到CSIS 去演講的時候 人家的首頁是這樣子 當天的首頁是這樣 那這兩天因為聽說朱立倫去CSIS 是閉門的 那這就是當天的首頁 而且這張照片非常漂亮 就是蔡英文的很漂亮的一張照片 這是那天他去做公開演講 而且還答覆問題的照片 是是是 那後來我 我昨天就到今天 都很仔細在看CSIS首頁有沒有變 有五個照片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朱立倫的影像 應該看IS 完全沒有 被民主黨害掉了 完全沒有 所以這一點我就覺得 其實袁建生 沈旅巡 或者是楊敬天 應該都是美國事務專家 他們非常知道智庫的狀況 那為了要替朱立倫 怎麼下班了嗎 再找到他的 所以我今天又去看了Brookins 因為他今天在去了Brookins 可是Brookins的網站也沒有他呀 那看半天完全也沒有他的消息 所以光是這一點其實 蔡英文去 會不會他根本就沒去啊 只是在那個廁所轉來一圈 然後就出來 那我就不知道要告告他 那這樣也會被告 剛剛好愛告人的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其實昨天我看到他去CSIS的東西 說他是閉門會議的時候 我就還想說 那個就比一比他的網頁 因為這個CSIS把這個蔡英文的網頁放到上面的時候 當時是一個對於美國的這個智庫界 或說對美國學術界來講 這是一個還蠻 還蠻尊榮的一件事 畢竟這個蔡英文的讀的學校是倫敦的這個政經學院 這個學校非常受尊重 但是朱立倫好說也是一個財經方的紐約大學的博士了 這是一點 第二點 他們的投書的對象 你不投也就罷了耶 你這個投書的對象 一個叫做華爾街日報 一個叫做華盛頓時報 不是郵報 如果是華盛頓郵報的話 那我承認華盛頓郵報的地位高過於華爾街日報 但是你只能投書一個華盛頓時報 而華盛頓時報長期跟國民黨是什麼關係 我怕被告 但是你更別講 華盛頓時報後面的老闆又是誰 雖然我無意批評那個老闆 但那個老闆跟韓國很關心 跟宗教關係很密切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說你用台灣的新聞界比的話 那恐怕 恐怕真的 真的就是一個很難比了 就是我這樣也得罪人 就不要不要比了 我的意思是說你國民黨人自己心知肚明 那個感覺上就是國民黨有點瞞山老態 他也沒辦法 他就是一個七八十歲老太太 他要跟一個十八歲青春少女去比 可是神呂群這一次是拚了命在辦這個活動 但是不只 神呂群拚了命也就罷了 袁建生 老記福利 袁建生他其實他交棒子給這個金普聰的時候 是他眼睛不好開的刀 他這一次還帶了袁建生 帶了楊津天 神呂群 你就是他把他們在美國的這個相比的所有的關係全部用盡 好慘 這個狀況 也不過就是一個在閉門的CSIS的會議 跟布魯克斯的 當然布魯克斯算是比較比較Liberal一點 而且布魯克斯可能是找他去 我認為 因為布魯克斯想知道你馬錫在搞什麼鬼 布魯克斯他對中國 他有他一個比較比較自由派的 比較批判性的一個角色 搞不好還是把你抓起來 問你半天了 你那個馬錫就在搞什麼 這個公開跟私下講的話不一樣 所以光是這兩點比 我就覺得這個是我們一般 一般的觀眾聽得懂的 看得懂的嘛 你更別講說內行的東西 所以當然朱立倫本人也很辛苦 因為他如果真的 真的他知道這個情況的發展 他今年初不要被兩萬四千票的那種小差距 就嚇到他如果今年初就選 然後選到這個時候馬錫會 然後馬英九不要出那麼多求是也就罷了 但是也很可能不 馬英九就是會 像今天你看今天自由時報寫得多清楚 這個是熟悉內部的首長 首長 這個首長這用詞叫中國的用語言 那就是說他 他自己開記者會 也是幕僚這個不贊成的 包括他自己一中個表 他把個表給刪掉了 首長是誰 夏立援 我覺得當然你可以講 就是說我是想保護夏立援 因為夏立援是一個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動物 她是很優秀的 她是一個臺灣培養出來 早年你知道她一畢業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剛剛退出聯合國 還有中美 臺美還有外交關係 因為她一九七五年畢業的 那個世代的外交官 算非常優秀的外交官 那夏立援其實 他跟馬英九一接任之不合 因為他要推 他在馬英九就任之後 他還 他當次長 他們傻乎乎的 還在 還在想延續推動聯合國 陸聯 結果聽說被馬英九 把那個陸聯企劃丟到地上很多次 所以他才被八八封栽 在那個事情才去擔了這個替這個蘇琪 那傢伙 婉拒外援 對 那個是蘇琪的問題嗎 那哪裡是一個外交部次長問題 所以他才被扔到印尼去 那這一次是沒辦法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的馬錫會裡面 你馬英九連基本的國格 都沒有維持住的時候 人家美國人看在眼裡 美國人沒有情報嗎 美國人沒有衛星在上面嗎 美國人沒有駐 駐駐駐 北京大使去了解狀況嗎 搞不好那個習近平的周圍的王富寧 或說 或說栗戰書 還寫個報告給這個美國當局 這傢伙真是軟弱到 比我們想像中還要可怕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來講朱立倫去一趟美國 這趟去美國基本上是他的一個一個基本的行程 本來就我知道其實他在勸勸洪秀柱去的 就是說九一八那天他也去勸洪秀柱去 可能是美國人要求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去 但是那個時候還沒有馬錫會 那後來九一八那天就九月十八號那天跟洪秀柱見面的時候 其實朱立倫還說要安排美國行的 那所以這一趟去跟蔡英文的去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這麼衝突的時間安排也沒輸啦 對國民黨而言 我相信沈呂巡在那邊 以沈呂巡的資歷跟原件事物 要安排起來應該不困難 但是像蘇珊這個RICE的見面 我看應該比較困難吧 其實朱立倫訪美這件事情 美國人完全知道朱立倫來 其實很大一個部分是在做他的內部宣傳 利用他啦 對 然後所以其實美國人對他有很多的放鬆 就其實在標準上面 他其實美國對朱立倫 其實那個管制嚴格的程度 是比較有鬆手 因為老公大使沒有站到汪汪汪啊 他也知道朱立倫此行的一個目的 所以你知道嗎 那當初蔡英文去美國的時候 譬如說他要進國務院 是完全沒有記者 是後來記者一直找人 然後賭 賭在那邊 拍到他從那邊出來 可是朱立倫的情況是 把所有的記者也就聚集在那裡 就知道說 等一下朱立倫就要去囉 就事先都有通知 那美國人也就睜只眼閉只眼 因為我知道你要來幹嘛 他這一趟 美國人也知道 他來就是要把每一個 蔡英文走過的 見過的人 把他暴露在臺灣的媒體上 所以朱立倫其實他也是一個還蠻 我覺得他蠻可憐的 就是某種程度 他其實被壓縮的很小 因為有馬其惠這件事情 馬英九的存在感使得把朱立倫壓到了極小化 那所以美國人也當然覺得能 能給方便 盡量給方便 朱立倫的投書呢 朱立倫的這個投書寫的是 cross trade peace on the line 這就是他的問題 他說蔡英文不承認九二共識 還必談如何維持現狀 這當然也使得綠營說 怎麼會把負面選舉帶到海外呢 他說美國是臺灣重要的民主夥伴 是超越黨派 超越政治的社會共識 然後熊他還強調 在朱立倫訪美期間 蔡英文是祝福他順利 那麼但是朱立倫在海外對蔡英文的批評 不但使得外交成為負面選戰的工具 也違背了國內爭議 不帶到海外的普世外交信條 我我把剛剛話講 就是說我覺得朱立倫很倒楣的地方是說 他永遠只能搶第二沒辦法 他就是一個跟隨者 因為第一個開創的 已經先去的是蔡英文 所以他也他也沒有什麼其他東西 能夠多獲得 美國人站在你們要選舉的狀況底下 他不可能多給你什麼東西 倒是其實朱立倫可以藉這一次凸顯他自己的他的大度 他的格局 可是他沒有這樣做 我記得以前在陳偉扁執政的時候 馬英九很自豪一件事情 他說只要他出國 絕對不會在外國人面前罵國內的這個執政黨 然後他其實馬英九其實以前講了好幾次 然後的確那是一個大氣的表現 他不會在外國人面前好像在告狀看 這我們執政那人超爛阿扁怎樣怎樣怎樣不會 因為外國人看臺灣是一整個國家 是一體的 那可是朱立倫就犯了這個錯 就朱立倫很顯然 他沒有把自己 他沒有意識到說 其實在行程上 我比不過第一個 但是我可以在氣度上 把自己的位置 把他拉高 就你出去了之後 拚命在批評國內的政敵 所以這件事情就顯得說 他其實有一點小鼻小眼睛 我覺得這是他此行比較大的一個失分 其實如果站在我們純粹從選舉實務上來看 這個是一種叫做弱勢候選人的保守戰法 其實我們都以為 就我們地方在選舉一對一的選舉 你會想到說候選會怎麼做 候選會說明明你就是對方的支持者 他會跟你說好說歹說 不然你給他兩票你也沒辦法兩票 對 本票一個 本一個 那其實我是覺得 因為美國人非常清楚朱立倫 他這一趟去是純粹為了國內選舉的關係 那他用這種不是要說哀兵 用這種保守的這種分享式的一個說法說 他也有 我也有 那多少來一點 那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美國人在上次 美國在上次蔡英文訪美的時候 是很清楚要知道 未來臺灣的總統 到底在臺灣跟美國的關係怎麼想法 但是至於這個朱立倫 另一個新的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 他到這裡來 那只是一個選舉上所必須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是覺得情急之下 他還說人家壞話 本票就本票 你說對方的壞話 對方都不照幾季來 以後就像你的討論 我是覺得呢 的確就剛剛十幾說的 這個選舉的格調上 擺明了為選舉來 然後呢 又在人家外人面前數落自己的對手 這個實在 比起來我們就以蔡英文那個臉說 在馬錫會之後 不是被中國的網軍灌爆嗎 對 企圖說歡迎你來啊 來了解什麼是民族啊 高下立判 OK 嘉慶 其實這一次在美國 真正挺住的核心僑胞 然後在LA那個代表人物 就是開記者會的吳戴玲 他們有參加 而且呢 他表達得很無奈 另外呢 在華盛頓 在華盛頓DC的那個餐廳的老闆 相當有影響力的 這個挺住的大將 也是非常不爽 這是不是 就我們也看到其實 你說國民黨這一次 朱立倫要去安撫 似乎沒有達到目的啊 這個你說朱姐去美國啊 是其實從一開始啊 從七八月的時候 就很多海外僑胞 一直在期待他能去啦 我們即便說 包括到這兩天 每家都還有很多熱心的僑胞 在邀請他去 OK 可是你說 朱姐去 搞不好那個桌次還比朱立倫還多 這個我們不做預測啦 橫數是沒有去 那也為了怕說 你到那邊 人家為了歡迎你 或是覺得你 你受委屈跟你講了幾句話 或是安慰了你 有哪些舉動 回來你搞不好 還被扣別的帽子 不夠團結 不夠怎麼樣 總之也沒有去掃人家的信 所以朱姐並沒有去美國走這一趟 我們所提出來的兩岸政策 一定可以讓這個三角關係 是一個非常平衡的 非常穩定的 非常和平的 我們強調的是這個 相對於民進黨 現在提出來的政策 是一個沒有清楚的 比較空洞的問題 這是一個比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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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這樣